最近我们的律政司司长 郑若驊在英国被人袭击 作为中国人香港人 我一定对这些暴力事件反对 这都是我一贯的宗旨 但是又想回头 让我再看一件事 郑若驊思想为什么去英国呢 在现在这么动荡的时期 他经常出外外访 这次去英国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他出席特许仲裁人业会一个晚宴 律政司司长说出席这些宴会是为了 让外国知道香港的法制 这我便觉得很奇怪 第一 仲裁和香港律政司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香港律政司司长的工作是主要监管律政署所有的检控公平 和这个仲裁完全没有关系 而反而律政司司长本身就是前香港仲裁会的主席 他的主要业务也是仲裁的 在上任之初 已经发现他所有的楼宇都是签建 是一个不是很守法的司长 亦都被一些议员踢爆他还有几宗仲裁案件未完成 我们的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也都特许他完成了手上的案件 就专心律政署工作 但是今次去我想问两件事 第一 他在英国参加仲裁人协会 绝对与律政司司长是无关的 究竟谁批准呢 是不是林郑月娥女士呢 好 如果他是他批准的话 批准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他私人的假期去呢 在那么动荡的时候 律政司司长不是坐定监察律政署的工作吗 一个简单的检控工作 连名都打错 一个国旗案轻判 没有去上诉 很多很多律政署的工作 郑月娥司长没有出来交代过 全部被刑事检控专业去做 那我们要律政司司长做什么呢 如果他今次去英国是纯粹放假 特首批他放假 那我要问他是用公币还是自费 如果他是自费 当然在程序上没有问题 但是在道义上兵方马连时期 走了去参加自己有关推广自己的地位 就不是为香港的 这个在职业操守上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他用公币重大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他用公币去做一些非工作上的事情 分分钟有机会是什么呢 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ICAC就要介入了 林郑月娥女士和郑月娥司长 就应该出来交代一下 我想特首了解一下 郑月娥司长自从上任到现在 有多少天真的在律政署上班 监管律政署的工作 如果郑月娥司长真的没有什么上班 所有工作大部分都是 梁卓妍刑事检控专业做的话 我要这位司长来做什么呢 为什么不索性 就这样委任梁卓妍做律政司司长呢 现在蒙面法就被高院推翻了 说玩基本法 律政司司长郑月娥就说 在伦敦正在做工作 很伟大地说 那在做什么工作呢 为什么反应这么慢呢 连法工委都已经出声 认为这个判决不妥 律政司司长又做了什么呢 我们的特首又做了什么呢 好了 究竟律政司司司长郑月娥 是什么称职的律政司呢 我想林郑月娥特首应该作出一个 重新的平衡 给大约总一个公道 在说过他有什么事情 那我们您说在约总一个公道 一种英文案